昭和46年6月11日 美丽的女球林业佳戴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打电好妆容 开始前往人生的终点 牧师问 还有什么遗言吗 请告诉我 甲带愣了愣 愣不定地冒出一句 我漂亮吗 牧师点头 漂亮 一等一的漂亮 甲带浅浅一笑 好像心中纠结多年的手结被解开 只觉得身心舒畅 恍恍然 连面前的绞行架也变得温柔许多 甲带有什么罪呢 什么罪何以致死呢 也许 美貌就是她致命的原罪 一切 还得从昭和三十年 生产私之品的结成室说起 位于东京以北 约七十公里的结成室 自古生产丝绸 从十七世纪开始 结成地区生产的绸布 便被称为结成绸 为日本最上等绸 而在结成室 出自林业夹带之手的结成绸 便是结成绸绸的结成绸 最优质 最精美 常年功兵穷 过而 丈夫荣三因伤退伍后 不应工作 也能日日吃老酒 不必为生活所累 但是 有一件事 始终悬在荣三心头 七上八下 忐忑不安 荣三下半身瘫痪 那件事 她做不得 而家带呢 这么年轻 又天生美貌 在这个小小的结成室 如黑夜里的星一样闪耀 任谁看过都挪不开眼 不说旁人 就连这染方的弱智阿宝 都在打家带的主意 每每家带的仇部送来 阿宝都像祈求神明一样求去 眼神中 满是淫荡之祸 还有桥本 一个看起来点儿郎当的小警察 天天在荣三家门口晃悠 明面上是维持治安 暗地里 想必也在打家带的主意 荣三碰那重关上门 一把齿无家带 发了疯一样的撕他衣服 说要检查检查 看看桥本 有没有进来过 俗话说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这桥本天天猫在门口 终于 终于有一天抓到机会 风一般窜进房间 一把将家带按到 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久在河边走 哪有不实现 很快 桥本和家带的好事 便被荣三撞破 那荣三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 自知好汉不知眼前亏的道理 他不要跟桥本 证明硬刚 他要找警长斋童主持众议 谁都知道 斋童是荣三的战友 共是荣三的班长 真让他见斋童 那桥本不就玩完了 当晚 在桥本的唆使下 家带有农药将荣三毒死 对外则宣称 是荣三久经中毒而死 不过问题来了 荣三久经中毒而死 桥本为什么要辞职 为什么荣三死后不到一个月 就跟家带同居 警长告诉桥本 你小子别以为干过几天警察 就跟我玩话 荣三死 你是得力者 你他妈是最大得力者 不是吗 桥本冷笑 我本来就喜欢他 不行吗 警长笑笑 那他为什么倾家荡产 供离去东京读大学 你吃定他了对吧 你握住他把柄了对吧 这件事说起来好笑 桥本去东京不到半年 回来了 带了个女友回来 桥本对女友信子说 家带是他姐姐 相依为命的姐姐 转头 桥本又告诉家带 性子只是个名义上的女友 他和家带 才是真正的夫妻 实际上 桥本回来找家带 不过是为了要钱 准确地说 桥本和任何女人在一起 都是以信开始 以前结束 至于爱 爱只是信了未经罢了 家带如此 性子也一样 该做的做了 该干的干了 该拿的拿了 还剩下什么 什么都不剩下 性子辛辛苦苦攒了十万块 辛辛苦点的跟他结婚 原来只是一场美梦 醒来 空空如也 为了摆脱桥本的纠缠 也为了跟过去说再见 家带将财产 通通留给桥本 轻装上阵 来到漫山红叶 温泉遍布的紧古市 总统开始 女人就是这种生物 坚韧至极 不管遇到多么大的磨难 擦干眼泪 总能继续前行 家带如此 性子也同样 短短一年时间 家带和性子的姐妹店 便在紧古市打出门一趟 家带的杰城筹 成了各大温泉旅馆的热销品 供兵用球 性子呢 也成了来往客商 最受喜爱的异计之一 但是 有些事情 不是说过去就能过去 不是想忘记 就能忘记的 警长第一个招来 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阿宝第二个招来 不说话 只是傻傻地待在一旁 每天替家带把风 毕竟洗河边的公共温泉 很容易被人偷看 性子不明白 这个傻子住哪 不会每天从节省市跑来吧 家带小小说 阿宝不傻 他在这帮人打扫公共浴场 做些劳力散工的活 凭本事吃饭 温泉是要让他住抽水小屋 那里挺暖和的 众说着 岸边突然打了起来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锦骨式地头蛇 大合格温泉的老板 福建 福建为了宣传大合格 特地从东京请了荒木老师 准备拍起绝美的宣传海报 只是呢 选来选去 耽搁好几天了 也没找到合适的模特 近人介绍 这才冒昧地去河边找杏子 没办法 荒木老师贵呀 多耽搁一天 都花不少钱 用福建的话说 有这钱 还不如花在模特身上 飞水不留外人田嘛 此外 为了增加用户年度 福建还将大合格 剪台拆掉 请夹带 直接将店铺搬过来 不收租金 不抽虫 什么都不要 用福建的话说 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夹带用杰虫筹 帮大合格留客 大合格呢 则提供流量 帮夹带变现 这是明面上的说法 实际上大合格是幌子 福建的真正目的是夹带 乃至请性子拍照 也不过是个影子罢了 还有 打电话前有精神疾病的夫人回来 也只是为了制造冲突 激化矛盾 从而两人的关系 更进一步 一方面 既能通过这件事 间接地告诉夹带 福建是有夫人的 但是 严重精神病哦 一辈子不能离开医院哦 另一方面 也通过此事 强化福建的责任感 增加家带 对福建的好感度 福米さん 泣いてるの 说着说着 福建竟不自觉落下泪来 这个夫人 只是名义上的夫人 是父母强行安排的 其实 嫁过来就有病 新婚第二天就送去医院 从来没在一起生活过 说着聊着 天色大明 福建送走夫人 迎回家带 一切有条不紊 按照福建的计划 不久之后 家带就能从前台 搬进礼物 做大合格的老板娘 但是某天 乔本的突然出现 险些破坏福建的安排 乔本的钱花光了 家带的房子也卖了 卖了又花光了 就在这时 他无意中看到一张海报 信子 大合格温泉 跟我意外的是 又通过信子 找到了家带的家 乔本胜圈在握 他了解家带 家带从头到脚 每一根寒毛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只可惜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在老谋深算的福建面前 乔本这丝 最多也就是个弟弟 福建不想跟乔本废话 随手甩过纸笔说 写个保障书 然后拿两百万走人 乔本哪里见过这气场 吓得大气不敢喘 福建末了还不忘补了一句 我可以不给你钱的 在紧股市 如果我不想让你走 你就离不开这里 至于这乔本 适合居心 什么来头 福建完全不关心 但有一点提醒了福建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事业 阿宝莫名其妙来找家带 反反复复问同一个问题 当上大合格老板娘 你会幸福吗 家带一愣 这是什么话 怎么突然问这个 阿宝不管 容就一个劲地问 家带被他问得有些烦 漫不经心地丢了一句 大合格 学习老板娘那样 此日清晨 大合格老板娘 毁紧古式的途中 意外落雅身亡 因为有精神病的原因 警方最终判定 此案为自杀 就这样 家带光明正大 民众言顺地 做了大合格老板娘 既是一家人了 家带也不想再隐瞒什么 那件事 福建抬手拦住说 我不管你从前 我只要你现在和将来 同一时刻 城外的森林 阿宝发了风一样的号叫 他那样开心 那样幸福 如果 如果不是乔本再次出现 也许一切 都将幸福下去 这年冬天 乔本的两百万花光了 又开始打家带的主意 但家带不会见他 福建呢 他又惹不起 想赖上家带 只有通过信子 乔本将信子拼到车站 说要跟他结婚 如若不然 他就把家带杀荣三的事 报给警察局 信子笑笑 突然走到车门说 家带就在下面 你看 抽准时机 信子一把推开乔本 奈何乔本早有防备 一只手抓住车门 另一只手死死拽着信子 两人扭打一阵 最终与信子落牙结束 乔本脸憋得通红 喝道 是那个贱人要杀我 是他要杀我 警长点头 面无表情地问 家带杀了荣三对吧 你刚才说的 乔本吃了一惊 别过头去 长长地叹气 像具灵魂被抽空的干尸 信子的死 深深将家带击溃 因为家带知道 信子不会自杀 他除意外 肯定和乔本有关系 所以家带决定 去东京找乔本 无论如何也要问清楚 福建不明白 问什么 问他杀没杀 杀了又如何 没杀又如何 去跟他闹 跟他哭 然后被他像丢垃圾一样丢掉 家带听不进去 他不能不管 信子的死 必须有个交代 福建耐心耗尽 递下钱包说 那你去吧 不要再回来 家带抓起钱包 就往车站跑 却不知 福建已经使了钱 将列车 解在半途 谁杀了信子 关福建什么事 在福建眼里 家带就是个玩具 他要的是家带的身体 除此之外的一切 都不足为道 不对 有一件事要处理掉 不然会带来麻烦 乔本吃准家带 就是因为抓住他把柄 万一哪天阿宝出毛病 也找麻烦呢 这么想着 福建抢阿宝较进屋 说要给他个大大的奖赏 眼看阿宝捏手捏脚 摸了进去 福建猛了一身手 死死将其累住 情急之下 家带拔出火钱 直直刺进福建后心 哎 又做了这件事 第二次杀丈夫 想来也真是荒唐 更荒唐的还在后头 双手沾满鲜血的贱女人 在臭烘烘的阿宝眼里 却比白血更加纯洁 家带的一生都在追求爱 从荣山到桥本 从桥本到福建 最开始 家带觉得忠贞便是爱 荣山上战场 他足足懂了三年时间 荣山唠了个残废 他也不嫌 荣就努力操持家庭 后来 这份忠贞被桥本打破 家带又觉得激情才是爱 被桥本偏空家底 害得背景离乡后 家带遇到福建又觉得 被保护才是爱 直到昨天 家带才恍然大悟 这份披着保护外壳的爱 内里是极度自私的战友 兜兜转转一大圈 家带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爱 他只知道 白茫茫大帝 只有阿宝在身边 被抓捕后 家带主动承认福建是他杀的 而阿宝呢 也坚持说福建是他杀的 结果就是 双方都判死刑 桥本不明白 这不是傻吗 为什么抢着承认 金长又很轻蔑的口气说 因为他们要一起去天国 你没机会了 你是个闹钟 喂吧 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聊天 聊到爱江山还是爱美人 这个问题 他说 烽火系诸侯这件事 你能干得出来吗 我一想 这很难讲嘛 这要分人啊 而且人这种东西 一念之间沧海桑天 真有那么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 真的很难讲的 说到这儿 我突然觉得 美这种东西 确实是很致命的 因为美往往导致混乱 尤其是 你拥有美 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匹配 那结果往往就很不好 朋友说 不是美导致混乱 而是美和混乱相伴而生 他说 接下来都是我这位 不靠谱的朋友说的话 不是我说的 我只是转述一下 他说 就好比人吧 以胡换用线为基准 西北部分的人 就比东南部分的人 长得好看 为什么 因为西北部分 自古打仗多 所以呢 人种混合的多 而东南部分呢 打仗少 混合的少 所以相对更纯 过而 混乱带来美 美引起混乱 两者相辅相成 所以说 一个人长得美 就容易带来混乱 同理 有的人就长得和平 长得让人无欲无求 看到他就想和他谈哲学 而不是肤浅的爱情 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班级 全都长得很和平 那就相当于全班 每个人都是重级 全班的座位图将会是这样的 人一人间隔一百米 除了学习 真是啥心思都没有 再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班级 全都长得美 座位图将会是怎样的 一个美的女同学 她的桌子长一米二 能几下九个人 左边是四个 喜欢她的男同学 右边一次是 班主任 书学老师 语文老师 体育老师 你看多闹头